如何给平鼠将领论功行赏 让赵邝印左右为难 以王权斌为首的将士应有善战 平鼠有大功 然而他们在鼠地的胡作非为 激起叛乱又有大祸 那么谁将为鼠地叛乱负责呢 赵邝印赏罚将士的标准又是什么呢 敬请关注系列节目 王力群独送史第一部 宋太祖第二十集 评署总结 自古道 数道难 难于上青天 然而 骁勇善战的王权斌 带领五万将士 瞧打强攻 只用了六十六天的时间 就消灭了建国四十年 拥有二十万军队的后数 创造了一勺胜多 神速兼敌的罕见战力 王权斌为之后扫灭南汉 南唐 北汉 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为大宋王朝统一中国大义 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意想不到的是 刚刚平定的鼠地突然间 风云突变 发生了叛乱 王权斌又用了两年的时间 才平定叛乱 那么远在千里之外的赵鹏印 究竟是如何掌握 前线平淑将士的一举一动的呢 对于大宋平淑将领的功过得失 赵鹏印又是如何赏罚的呢 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 为您讲述系列节目 王立群读宋史第一部 宋太祖第二十集评署总结 太祖前的四年的十二月 两年的鼠地动乱被平定了 第二年的正月 赵鹏印下令 把真鼠的主要将领 撤回到京城来 回来以后 赵鹏印就进行了问责 第一个问题就是赵鹏印怎么会知道 这些人在鼠地干的这些违法 这些事情的两个途径 第一 后鼠的臣民 后鼠的老百姓和后鼠的那些大臣 被迁到京城来了 这些人来到以后 赵鹏印向他们了解情况 他们把大宋的远征军在后鼠怎么抢劫 怎么私自打开国库 全告诉赵鹏印 这是一条路 第二条路 鼠地的使者 这两年多 赵鹏印派了很多使者到鼠地去 回来 赵鹏印一个一个亲自接见 问 那怎么样 发生什么事了 这些使者如实汇报 所以赵鹏印通过这两个途径 鼠地臣民和附属使者 把鼠地的情况掌握得完全清楚 他知道这一次鼠地两年的动乱 是因为平鼠的这些将领处置不当 引发的动乱 所以应当对这些将领进行问责 那么赵鹏印怎么应对这件事 赵鹏印很精明 他做了两点 第一 谁作孽 谁收拾 谁造了孽 谁来收拾 鼠地的动乱是你们引发的 所以我不招你们回来 你们去评鼠 引发了鼠地的动乱 那你们去收这个摊 造孽的人 他自己心里头有胆怯 所以平定叛乱 特别卖力 赵鹏印 不召唤他们 让他们去评判 这是一个应对之策 这叫谁作孽 谁收拾 第二点 叫不敢逼人 因为赵鹏印 派出去的是五万军队去平署 到那六十六天 把鼠地十四万军队给收拾了 把后鼠的皇帝也抓到京城来了 鼠地平乱了 结束了 但是又引发了叛乱 如果说赵匡印急着把这些人召回来 要处置这些人 操之过急的话 可能会出现什么 狗急跳墙 鱼死网破 破斧沉舟 故住一职 那词多了 会把这些人 就是一句话 会把这些评判的人 给逼判的 那才叫得不偿吃了 凭了一个格局政权 弄回来了 派出一个人被逼的 又叛乱了 又跟他格局了 那不就花不来了吗 所以赵鹏印不急着找 不是乱吗 你们慢慢收拾吧 两年没招他们 让这些人 怀着一种不安的心理 在那属地待了两年 这些人忙着扑火 他们引发的事 谁惹了事 谁心里清楚 那些贪官 谁造了孽 谁心里不清楚 所以他们急急忙忙 两年把反乱拼住了 刚刚平定叛乱 赵鹏印的命令下来了 回来吧 事儿完了 其实赵鹏印 当时对蜀地的将领 这些处置 已经是非常英明了 因为在这个过程中间 王全彬这些人曾经有过打退堂鼓的想法 因为后属被灭了以后 赵鹏印就派了一个人去做成都市的代理市长 叫成都尹 派谁去了 派了叫吕玉庆 吕玉庆是什么身份呢 参之正事 宋代的参之正事 就是副宰相 他派了一个副宰相 到蜀地去主持成都的社会治安 整个成都的事务 王全彬完全不让他去管民政了 叫他只管军事 夺了王全彬的很大的权 所以当时王全彬就想萌生了一个念头 想退下来 他觉得时间长了不会有好事 但是他手下人跟他说现在不行 为什么不行 因为现在到处都在冒烟 到处都在叛乱 如果这个冒烟的地方 你又把这个烟给他震住 你将来问责你还逃不了 所以王全彬这些人心里很明白 是他们惹了麻烦 那么等把叛乱平息了 把这些人给招回来了 那么这些人能够蒙蔽住赵黄印吗 能过赵黄印这一关吗 你还别真说 这王全彬这一帮平叛的将领中间 还真有能人 这个能人是谁了 是原来担任熟密副使的王仁山 这个人我们前面讲过他 曾经讲过这个人 王仁山 他原来的职务是熟密副使 宋代的军制就是他有一个疏密院 疏密院有调兵权 有疏密使 有疏密副使 王仁山就是疏密副使 他是有军权的 他有调兵之权 但是他没有带兵之权 这王仁山很精明 王仁山记住了一句话 叫先下手为强 不过他把那个先下手的手 这个字给改了 他叫先下嘴为强 怎么叫先下嘴为强呢 他回到京城以后 第一个跑到赵黄印那去告状 这叫什么 这叫污点证人 这叫污点证人 自己本身有错 但是自己愿意什么呢 愿意有立功的表现 把大宋的将领 在属地所有的违法乱纪的事 全坦白了 交代了 但是他把这些事全推到别人头上了 没他的事 等他说完 赵黄印问了他两句话 他说蜀地有一个将领 逼着人家后蜀的一个侍中 叫李廷归 逼着要治人家的罪 后来人家送来了四个妓女 还送了一大批财货 这事算了了 这人是谁啊 说的就是王仁善 他是当年抓住 孟昌手下的一个侍中李廷归 要治他的罪 结果了这个 这个侍中李廷归了 就不知所措了 就去请教 人家说 王公志在声色 说王仁善这个人 志在声色 勾足其欲 假如你能够满足他的语望 你就没事了 这个李廷归虽然是个高官 他家里还真没有妓女 赶快找他的亲戚朋友 到处去找 最后找了四个 还送了几百万的钱 给了这个王仁善 这个事赵方英早就知道 所以赵方英 问了这两句话以后 这王仁善明白 蜀地山高 皇帝不远 都说 山高皇帝远 蜀地山随高 蜀地 蜀道之南难于上青天 当然蜀地山高 蜀地山随然高 但是皇帝不远 皇帝办的事全知道 所以王仁善 始终记载他怎么办 慌恐不能碎 吓得不知道怎么回答 人家的错 他说了 他自己他一点都没说 结果皇帝听完 张皇帝问 要妓女 所惠的事 再一个撕开国库的事 一问他 傻了 您现在收看的是 百家讲韩朗 那么怎么处理呢 赵皇印想了一个办法 这些人有功之成 不能够把他交给 司法机关去处理 他交给什么呢 他就交给 是北宋最高的一个权力机构 中央政府的一个权力机构 交给中枢门下去审理 审理的结果 主要是审查这么三个人 王权斌 王仁善 崔燕进 等这些主要将领 全上了被告席 五大罪状 第一 仗势抢夺 子女玉伯 这是第一罪 第二 擅自打开 后属国库 第三 隐瞒财祸 第四 擅自可扣 属兵 行庄前 第五 屠杀 降军 五大罪状 人证 全在 赵皇印准备得很充分 这个审判 几乎没有悬念 这几个主要将领 全部认罪 审理完 让御史台 召集百官 商量 怎么处理 百官商议的结果 三个字 法 当死 什么叫法当死 法 叫按照法律 当死 判死罪 这个相当的 当啊 就是两两相当的意思 你犯这个罪 我判你这个刑 罪和刑 相当 这就叫当 法当死 就是这么个意思 按照法律 判死罪 平属的所有主要将领 全部判了死刑 赵矿印怎么办呢 一刀胜持 赦免 不杀 死罪免了 活罪不能免 那怎么办呢 两条 第一 扁官 第二 退陪 扁官 三个主要将领 第一 王全斌 这是一把手 远征军的一把手 怎么办呢 在湖北的隋州 临时为他设立了一个重义军 就是军 也是一级行政机构 相当于州 然后安排 这个王全斌 做刘后 刘后就是 戒度观察刘后的简称 就是一种官 这是第一个要处理的 第二个是崔燕进 崔燕进呢 也被 处罚 但这个处罚就远了一点 给他处罚到哪呢 陕西 在陕西的安康 设立了一个 昭化军 然后 崔燕进 做昭化军的刘后 也就是戒度观察刘后 那个先下嘴围墙的王仁善呢 他原来是淑密夫使 官职很高的 因为 宰相给淑密 在北宋 号称二府啊 一个掌军权 一个掌政权 官职很高的 两个级别的 他是书密夫使 降职 为右卫大将军 降职了 这是主要的 第一步 扁官 第二步退陪 那么这些人 所有抢的 夺的 敲的 人家送的 全交回来 不单是钱 还有人 而且要 抢谁的 退给谁 你不是抢人家 后属的那些官员的吗 你抢姓张的 退给姓张的 抢姓王的 退给姓王的 退陪 全退 据宋史记载 王全彬为人 轻财重视 不追求名声荣誉 宽厚容人 均是乐于听他指挥 但王全彬 在进入成都以后 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他盗取国库 残忍屠杀 后属祥兵 最终导致了叛乱 那么为什么 王全彬 为人前后变化 如此之大呢 王全彬 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 赵黄印重罚 王全彬的背后 又隐藏着 怎样的秘密呢 据史书的记载 王全彬是一个很能干的一个人 他在平暑之前毫无劣迹 这个人是靠着军功一步一步升上来的 王全彬这个人在平暑之前 一点污点都没有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第一 有胆有识 王全彬12岁的时候 就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 叫什么事情呢 王全彬的父亲 是后唐庄宗李存旭手下的一个军官 他私下养了一些勇士 大概有百十个人 所以这个唐庄宗啊 怀疑他心存一致 想召见他 问问他怎么回事 结果他爹吓傻了 不敢去见 王全彬当时只有12岁 这王全彬怎么说呢 此盖一大人有他徒 愿以权兵位置 必得是 复从其进 果获全 王全彬说 这是皇上怀疑你心存一致 你怎么办呢 你拿我 我是你亲儿子 你拿我做人质 你一定没事 带着我去吧 结果他爹果然 按照他的说法 给唐庄宗做了一个解释 然后把儿子作为人质 马上 唐庄宗对他父亲的 所有的猜忌消除了 一个12岁的孩子 一般是需要父亲保护的 但这王全彬12岁 就知道保护他父亲 可见这个人有胆有识 第二 忠心耿耿 唐庄宗李存旭的晚年 出过一次乱子 这个乱子 是因为他重用宦官 这个宠心灵人 不需军务 引发了一场军变 这件事 欧阳修曾经写过一篇 很有名的文章 叫《五代史灵官传序》 讲这件事 当这个兵变发生以后 所有的武将都逃了 只有王全彬 还有那个福燕青 等十几个人 拼力死战 保护唐庄宗 一直到唐庄宗死了以后 王全彬才大哭一痛 才离去了 所以他是个很有忠心的人 第三 身影百战 他参加过后周 收复秦丰四周的战争 跟着征四中 征淮南 打北汉 一直到大宋的初年 平定李云叛乱 他因为军功 升为戒毒使 所以这个人历过很多功劳 基本上说 王全彬的前半生 非常好 一点劣迹都没有 就中介 烂了一段 但中介烂着一段 原因还不在他 这么好的一个将领 为什么到蜀地去了以后 胡作辉为 引发了一场动乱 跟不在他 在赵匡印 赵匡印在王全彬出发的时候 给他讲过一段话 这段话我们原来讲过 赵匡印给他怎么说 他说你这次带着军队去 我交代给你 我只要三样东西 第一武器 第二粮草 第三土地 其他的东西 那其他还有什么 金银财宝和美女 这我统统不要 其实赵匡印说这个话 完全是对部下的一种激励 鼓励战士们好好打仗 打完胜仗以后 金银财宝给美女 那都给你们 王全彬太把皇帝的话 当成话了 他太相信皇帝的话了 换句话说 他执行皇帝的命令 太给力了 太给力了 坚决执行 除了武器 粮草和土地以外 其他皇帝都不要了 那你想想 那么白花花的银子 金灿灿的金子 还有那么多的四川美女 你想想 那王全彬能不晕吗 这一晕 他的幸福时光就溜走了 所以王全彬的错误 实际上根子不在王全彬 在哪呢 第一在赵匡印 这个话说了就有问题 赵匡印只想到鼓励将士们 没有想到这个话 可能产生副作用 实际上 你抢国库能行吗 抢那些官员的 家里的美女也好 财宝也好 那后来都是要追查的 所以王全彬吃亏 就吃亏他太相信领导了 他觉得皇上都说话了 只要武器粮草 这个土地 其他都不要了 那不要我要 你还一要最后 麻烦了 这一处罚就是十几年 任医生有几个十几年了 十几年以后 到了开保末年 赵匡印在洛阳举行交司大典 把十几被贬的十几年的 王全彬召过来了 召过来他以后 立即任命他为武宁军节度使 给他的军权 而且讲了一番话 这番话非常重要 这句话什么意思 我当年是因为 还有大片的国土没有平定 我害怕 平叛的这些人 去收复这些 失利的这些人 都像你一样胡作非为 所以才处罚了你十几年 现在天下基本上平定了 我把军权还还给你 我把福杰给福岳还给你 因为这个福杰给福岳 就是武将权力的象征 而且奖励王全彬一大笔钱 作为处罚他十几年的一个回报 赵黄印其实对他的爱将 他还是很喜欢的 他这里边有一句话 叫卫政立法 我如果不处罚你 下面去平南唐的 平南汉的 一个一个都会像你一样 胡作非为 所以我必须都处罚你 天下平定了 那我把军权再还给你 再赏给你一大笔钱 同时另外两个受罚的人 我们不说还有崔炎进吗 还有那个先下嘴围墙的王仁善吗 就在恢复王全彬军权的同时 那两个人基本上也官服原职了 都得到了提拔 这叫什么呢 这叫付出 这叫付出 这个官员因为有错了 要降职 过了若干年以后 让他们又付出了 除了这一批人以外 还有什么人呢 叛将啊 我们知道蜀地叛乱的时候 有27个大宋的军官 投靠叛军 叛乱的人 怎么办 杀 这27个人 押解到京城以后 赵黄敬亲自审理 审理完以后 全部处决 这27个人 有的人胆小 有的人脖子硬 脖子最硬的那一个 灭族 不光杀他一个 把他全族的都杀了 王仁善回到开封 为了开出责任 在赵黄毅面前 先下罪为强 他几乎诋毁了 所有的法属将领 然而 有一个人 却获得了 他的极高评价 说这个人 清正廉洁 没有辜负 皇上委任的使命 那么这个人是谁呢 他为什么能够 出淤泥 而不染呢 这个人 就是大宋远征军 辖州路的独奸 曹斌 曹斌是个什么人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第一 少有大志 或者说叫志向远大 大家看过《红楼梦》 知道贾宝玉一岁的时候 他的父亲贾政 摆了很多东西 叫那一岁的贾宝玉去抓 贾宝玉要什么东西呢 要的是纸粉啊 口红啊 那个拆环啊 要这些东西 所以贾政气得 当时就骂 这个家伙 长大了一定是个酒色之徒 这个曹斌一岁的时候 他爹给他做了个同样的游戏 而且他是宋五代时期的人 那他比曹雪芹写的贾宝玉 要早了好多年了 史书记载 并左手斥钢戈 右手取祖斗 思须取仪 他无所事 人解义 左手拿钢戈 将来能打仗 右手拿了祖斗 祖斗是一种祭祀的祭器 说这个人 拿祖斗的 一般是指他能够当文官 既能当文官 又能当武官 停了一会儿 又拿了一个官印 还能当官 其他的东西看都不看 这叫文武全才 善于做官 说明 一岁的曹斌 就胸怀大志 第二 这个人 庄重严肃 曹斌不但是一个 志向远大的人 曹斌还有一个特点 他有一个特殊的家庭环境 他仪式后洲的开国皇帝 国威的贵妃 国威死了以后 传给他的养子柴荣 柴荣死了以后 传给他的儿子 赵方印他夺了 这个人家柴家的 这个天下 建了大宋 所以这个曹斌有一个 这么一个背景 就是他的仪曾经做过后洲开国皇帝 国威的贵妃 他属于皇亲国妻 属于皇亲国妻 但是他平时一点都不飞扬把扶 非常谨慎 任何场合下出现 曹斌都非常严肃 就连那些平时最严肃的人 看见曹斌都觉得这个人非常正 是个很正的人 第三 叫清政廉洁 曹斌出使吴越 出使完立马就走 人家吴越为了讨好 这个中原大国来的使者 人家是开着船在后面追他 追他干什么呢 不是抓他 而是给他送礼 不要 最后人家勉强给他扔到船上了 带着礼品回来 他如数上交给周世忠柴荣 柴荣听说以后 把这些东西全部退还给他 他拿到退还的东西以后 一个不留 全部分给亲戚朋友 自己家里一样不留 是个很清廉政治的人 第四 不偏不倚 赵匡印在后州掌握进军大权的时候 曾经多次详请曹斌吃饭 曹斌不去 除了公务以外 不和手握军权的赵黄印 有任何私下的交往 赵黄印夺了天下 当了皇帝 问曹斌 他当年我那么巴结你 你怎么不理我 曹斌你说 你看我什么身份 我是后州的国妻 我又长着军权 我当时怎么能跟你交往呢 我没法交往 所以赵黄印对他非常器重 非常看重这个人 而且这个人果然不服众望 在争属的过程中间 他随着西路军走 北陆军的三个主要将领 全贬官了 西路军的这个将领 一个贬官的都没有 主帅刘光义都没有贬 不升不降 得利于这个都监 曹斌 禁止他的军队抢夺 所以他手下的人 都觉得亏了 打仗吧 对方的军队是不抵抗 一打就投降 想抢吧 连抢的机会都没有 你本人打仗倒不错 你打了完 你就跟着就抢了 我们连抢一下的机会都没有 我们那个监军曹斌 又管力非常严 所以最后 赵黄印决定 给曹斌升官 升什么官呢 宣徽南院使 宣徽院 就是管供奉官的 也是一个中职机关的 一个大机关 同时还叫他领 议程节度使 曹斌不接受 曹斌说了一番话 逐将拒获罪 陈逐受赏 何以自安 陈不敢奉赵 所有的将领 都受罪 我一个人受赏 我不敢接 赵黄印说 该赏要赏 该罚要罚 这是一个国家力的规律 你有功又没有过 该受赏 这是赵黄印赏的最重要的 就是曹斌 我们说曹斌受赏了 然后赵黄印说 还有谁像你一样 可以受赏 曹斌说 我就是管监军的 其他人我不了解 赵黄印再三追问 那曹斌说 如果你一定要问的话 那我可以告诉你 沈一伦这个人应当受赏 沈一伦到了成都以后 其他的将领都在干什么 抢 到处在抢 抢人 抢财 沈一伦 独居 佛寺 素食 为主群臣 又以真一奇巧之物为献之 结 确 东归 连中所有 仅图书 数卷而已 人家都在想 他干什么来 他住到城外的一个佛寺里 天天吃斋 那么后属的官员投降了以后 知道他是个大官 高官 给他送东西 不要 等回来的时候 人家的箱子里边 拉的都是珍宝 他那箱子里边 就装了几本书 啥都没有 当然 这个受赏的人中间 我们不能一一都讲 整个 评署的总结是 该杀的杀 该赦的赦 该讲的讲 该罚的罚 该生的生 该扁的扁 该斥责的斥责 该安扶的安扶 但是有一条 该和不该 都是赵黄印说了算 总而言之 成绩是主要的 成绩是主要 毕竟把西蜀给灭了 但是在平定西蜀 叛乱以后 又发生了一件小事 比那个西蜀叛乱 那个事太小了 这件小事 引发了宋太祖 号召全国的官民 要读书 要学习 这是怎么回事的 请看下集 大宋的统一大业 还没有完成 马上皇帝赵黄印 却突然号召官员们 要多读书 多学习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赵黄印 倡导官员读书 是不是造成 宋朝中文 清武传统的根源呢 敬请关注系列节目 王立群读诵史 第一部 宋太祖 第21集 买官读书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